一切感恩尽在不言中 谢谢 我们有肉体是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 这个灵性是由我们自己所选择的 所以此生我们会选择 跟所有的人结下这个深厚的眼 我们是谢谢 谢谢我们的心灵导师 也就是我们在中博士的请教师 恩母本身是加恩宝 无法言语只有谢谢 就感恩 师尊是在印度最后一世 在驱坛 在释迦族 也希望我们看到这影片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静下心 其实真正的断水 就是清楚 我们都是一个旅行者 我们会到娑婆世界来 第一个 有的是发愿 有的是亲不中不如娑婆 看到娑婆世界这么苦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所投射出来的 所以我们如此的感恩 在无法形容的亿万事的亿万年当中 我们也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 苦苦 坏苦 辛苦 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无垠至圣苦 眼耳鼻舍生意 假如我们真的不了解到 有解脱的法的时候 我们师父还要收紧三界 五十百灯 不管你入多深的禅地 还要经历八万世间解的苦 我们从我们的大菩萨 在葵姬和尚身上看出 三车和尚也叫三居和尚 一车书 一车酒 一车美女 也代表人世间是在物欲当中的彩色名利 以示了我们的本性本性 言语 道德 议会 感恩到 为什么我们能够遇到佛 只有更加的感恩 感恩佛了 感恩佛 用赞叹 用任何的语言 就是无法形容 只能感恩到我们此生有肉体 就在这一刻当中 用尽所有的生命 报答佛恩啊 无法报答 说时此那时快 也只有恳求 此生能够有肉体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发自重新 用一颗知诚恳切 真正的报答佛恩 圆满受居足界当中 能够将世家族给发扬光大 世家代表一个极尽人 代表我们每一个都是来自于极尽的 所以如此的殊胜的法 在台湾之光 在台湾 在这个如同 卢舍纳佛偶当中 代表是一个连毯 代表是人类的基底和神经当中 出于你 而不然 中连偶 真正的因跟果当中 开展出来了 报答佛恩 报答食恩 没有古大的善知识 从文字 从实践当中 让我们愿意真正的放下 无量的苦 就在此刻当中 以更多的清净心 真正的知足常乐 心如此的宽大 报答父母恩 报答众生恩